正是發了一些消息給我 大家之前都知道我是搞過一些移民講座 是關於葡萄牙的 今天有個消息有些改變 就是根據葡萄牙政府 183條他們的S1A 當然他說葡萄牙話我不懂 就是2月公佈的 本來的一年的黃金簽證 現在一次過就變了兩年 之前是逐兩年現在變了三年 起碼就變相你逐簽 簽少了一次 簽一次證就有五年了 我先講一講一個細節 大家可能已經忘記了 有詳細有疑問 可以WhatsApp林康正 WhatsApp林康正問 首先要這樣的 會改變的 去葡萄牙 現在我們在說的是尼斯本 我們在說的是哪裏 葡萄牙 葡萄牙 應該是說尼斯本為主 Lisbon Lisbon也是這樣介紹的 你只要買30萬歐羅的樓 就可以得到黃金簽證 你和你的家人 去年10月我去過尼斯本 我看到 我發覺一件事 在尼斯本去一個 Capt Rocker那條路 Central那條路 去很多新的樓盤 是 可能是你說的計劃 他們現在是這樣的 他們是不是向海的單位 向海 應該是那裏 交通很方便 除了新樓盤之外 他們其實現在也有這樣的 是買一些 在最旺 因為通常 全世界都是這樣發展 最旺那裏是舊樓 但是歐洲不同的香港 是這樣 他們是掉下樓的 他們全部都做得很漂亮 翻新 再賣 他們規定 規定要翻新的 那我就想跟大家說 30萬歐羅是甚麼概念 在現在今天的匯價 250萬 因為真是抵爛 那你就跟家人 通常我們說 從你開始 到你拿到黃金簽證 你聽我先說黃金簽證 是一年 哦 坐一年 不是一年左右拿到黃金簽證 整個過程 即是不用去 所謂的 是沒有的 黃金簽證的意思 就是說你只要買一層樓 你就已經有一個居留權 那個就叫黃金簽證 哦 OK 這個黃金簽證 有些跟 我MMEH不同 因為他相對地 除了投票之外 當地很多福利 包括醫療 和小孩子讀書 他已經有了 是沒有投票權 和護照 以我理解 是沒有投票權 和護照 以我理解 是沒有投票權 和護照 以我理解 是沒有投票權 和護照 OK 那你一簽了 你和你的直系家屬 包括父母 小孩子 都可以拿了黃金簽證 由於他之前就說 第一次是一年而已 現在就加成兩年 哦 OK 好了 我們這樣 如果成套東西就是 你拿了五年黃金簽證之後 然後達到某個條件 你就可以申請護照入籍 五年 你就可以申請護照入籍 如果以前是 第一次是一年 歐盟的七日 是的 哇 你每年 老實說 你自己買了一間屋 我想你都會喜歡去葡萄牙 其實葡萄牙 又美又好吃又便宜 又便宜 還有東西非常好吃 西班牙 還有便宜 好便宜 好 好了 你可以回去葡萄牙 如果不是 歐盟國家就逗留七天 如果是兩年 第一次批兩年簽證給你的 你就逗留夠十四天 就是那兩年十四天 哇 你去歐洲 五年入面 你在歐盟地區逗留三十五天 你就已經合乎資格 在五年後申請入籍 嗯 入籍呢 但是這樣說 我要先說 入籍呢 他是要求你考一個 葡萄牙畫的初步試 但是根據我們的理解 不要說我跟你 正常人呢 去澳門 就是我們的Agent 跟我們說 我們的Agent 跟我們說 我們的Agent 跟我們說 去澳門 讀兩個小時 讀四堂就已經通過了 很簡單 他不會要求你說到 懂得飛的 就像英文一樣 My name is Barry Ma I go to school by bus I come from Hong Kong I already get married I have a son I have my family I have my wife called And she marry me at 1997 即是他不會要你很複雜的 I like playing football 為什麽呢 郭嘉賀給我的感覺 他們不是有錢 而是窮 窮當然窮 所以這個條件是合理的 我覺得 不像是 不是很划算的 我先說一下 不像是 這還可以的 不是 我們做了很多年 阿 чувец крkn ve堂 работ 做了很多年 阿 чувец 正蛤 這樣的消息是 他們被電的 而但是讓你們帶 heads 因為去年已經有客人過去買東西 回報是相當不錯的 因為其實我們還給了當地的經驗 還給了那些稅 他也有五年多的回報 如果你只能聽到這麼大一架 我經常跟大家說 你走出去看 這個世界不要經常在香港困住 你不用什麼的 如果真的有宵夜去搞葡萄牙 就去看看 我曾經有一棵葡萄牙 我在市場買幾隻蠔 買錢買QC 因為我帶狗刀出去 你對著海灘 你長沙 我先不說那些 很舒服 我只是想說 很多人經常用這個概念想 為什麼你鬼佬不買 你不要用我們和鬼佬 鬼佬其實他們的職業都不是這麼流行 不允許這麼職業 如果五年多 我覺得你真的當投資也值得 是值得的 你說還有一件事 最好這件事 如果沒有改變的話 因為我在馬來西亞 你可以五年後還可以賣 陳某 你說這麼容易賣 我不管 難賣 我不管 我不管 如果你說在很旺的地區 OK的 但是就算是難賣 我這麼說 你如果用現在的回價 三百多 二百多萬 港幣 你有間房子 你真的會成為公民 你都可以自己住 那間房子 那你還想在一家拿到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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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全部都計算了 當然你要解釋哪個? 不!這件事就是後話 現在大家有興趣的就是WhatsApp林康正 OK Lin康正我們WhatsApp多少號 忘記了幾乎 五幾呀 你們可以貼上出來了 五幾呀 那你們WhatsApp了林康正 林康正也會回到大佬 那你們WhatsApp了林康正 林康正也會回到大佬 那其實你們WhatsApp了林康正 林康正也會回到大佬 那你們WhatsApp了林康正 林康正也會回到大佬 那你們WhatsApp了林康正也會回到大佬 中文字幕 李宗盛